之前平靈區有網友說白花菜好吃 我買回來一瓶 這看著跟雪裡紅差不多嘛 長這樣的我統稱它為鹹菜 用它來炒個雞蛋吧 前天我用五個雞蛋炒蒜苗 網友說我太漏腹了 今天咱低調點低調點 就用三個好了 我來嘗一下這個鹹菜要不要洗啊 哎哎哎哎 嘔嘔 哎呀 二厚鹹 哎呀還好長了呀 怎麼這麼鹹啊 我剛把它洗一洗洗一洗 含煙怎麼這麼高啊 這要在古代得判個變相的販賣私鹽呢 多洗幾遍多洗幾遍 哎呦我真是洗到第五遍了哈 這個水清了好就這樣吧 材料準備好之後咱們就起鍋燒油 然後把雞蛋下鍋 哎呀這個油溫一高 雞蛋下去就直冒泡泡啊 今天我直接把它劃散就可以了 我準備散著炒 所以不用糾結它這個雞蛋餅是圓的還是方的 熟了就把它繩起來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再次加點油 泡辣椒放裡頭 巴拉巴拉幾下把這個泡辣椒炒出香味 之後再放鹹菜 鹹菜叫什麼來的 呃白花菜 對白花菜的鹹菜 再倒入剛才炒好的雞蛋 哎呦這個又是泡辣椒 又是鹹菜的口味都很重啊 那我調料的話鹽我肯定是不用放了 難得的話難得我也先不放吧 好咱們加蒜苗 把這個蒜苗翻炒一下子翻均勻一點啊 那我來嚐一嚐 嚐一嚐看它味道怎麼樣啊 來個這個白花菜 嗯嗯嗯嗯嗯 鹹菜的味道 但是它比雪裡紅稍微要嫩一點 我再看看這個雞蛋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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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好吃啊雞蛋 呃這個雞蛋酸辣鹹香啊 應該是加了泡辣椒的緣故啊 嗯這個口味正好 確實不用再加其他調料了哈 好咱們起鍋起鍋 哎沒想到這個菜的顏色還挺高啊 花花綠綠的 這個應該算是一道經典的下飯菜吧 你們覺得今天我這個白花菜炒雞蛋怎麼樣呢 家人們嗯